世界各地活動人士及工人聚集在街上與市中心遊行 舉行五一折示威,表揚全球勞工皆測 土耳其媒體報道,擁有波斯與衛星電視台的伊朗人 在伊斯坦布爾同應一名男子被人暗殺 南韓三星重工擁有的一部起重機,在巨濟市建築地盤內墜落 最少有五人喪生 法律術總統馬杜羅提出增加最低工資及供應免費住宅 反擊目前越來越強烈,要求他下台抗議浪潮 法國右派總統候選人馬林勒棠在競選集會上市原子帳左派 形容他的對手伊曼柳二馬克龍 反對者就太便具,在國民陣線總部門前抗議